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围在德国汉堡,他要将一个中欧班列集装箱,放置在一辆卡车上。新华社记者丹宇齐社 7月5日至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赴保加利亚和德国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索菲亚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主持在波林举行的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保加利亚媒体连日来持续热议。 本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认为会晤后16加1合作,有了新的内涵和发展。会晤成果显示,中国希望与中东欧16个国家的合作,能促进欧盟团结和欧洲一体化。 索菲亚通讯社原以保加利亚总理报李佐夫的话说,中国在本地区并非要和欧盟分庭抗礼,对欧盟在本地区的援助是一种补充。 此外,李克强总理还于当地时间7月9日到访德国,并在波林总理府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组织第五轮中德政府磋商,引起各方媒体广泛关注。 在两国总理会谈及政府磋商结束后的24小时内,路透社、彭博社、德国商报、德国之声、新加坡联合早报等纷纷以中德总理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为主题进行了报道。 彭博社敏锐捕捉到默克尔对中国加大对外开放步伐的积极肯定,报道称,默克尔对中国对外资的开放表示赞赏。 路透社则援引默克尔的话称,此次与中国达成的合作,有着全新的高质量。 路透社7月11日报道,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图少光在巴黎参加金融会议时表示,欧洲有很多活跃的行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准备在欧洲扩大和深化投资,和金融机构加强合作。 李克强总理此次访欧行程,可分为两部分,一是访问保加利亚,并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二是访问德国并主持中德政府磋商,这两部分都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中国与欧洲以及中国与中东欧等次区域内,国家间关系都有颇多注意,16加1合作,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创新之举。 6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富有成效的,如自2015年5月,在斯洛恩尼亚,召开首次临业合作高级别会议,并正式成立16加1临业合作协调机制以来,16加1临业合作,建立了定期高级别会议机制,成立了联络小组,开通了临业合作网站,并积极开拓在科研教育和临业产业的合作潜力。 临业合作已列入历年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发表的合作纲要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此次李克强总理中东欧执行,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16加1领导人会晤后,双方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菲亚纲要,简称纲要,在金融领域,纲要提出的主要成果包括投融资、金融机构、网络化布局、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此外,包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宝加、利亚等国在内也签署了双边的涉及基础设施、食品和农林业、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文件。 可以说,16加1合作,不仅拉近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更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展开合作的有利平台。 而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且作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大国,德国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中欧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目前中欧合作更多的仍是基于经济上互有需要。 中欧对彼此的市场、资金与技术的以众驱动着双边合作不断推进。 过去十多年,欧盟作为一个统一经济体,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投资极为重视,西欧则看重中国的庞大市场。 除了贸易投资领域之外,双边在全球治理、人文交流等领域,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未来,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欧作为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合作机遇始终存在。 对中欧合作前景应始终保持乐观,如全球治理领域,双方在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维系开放的投资环境、维护一和协议等一体上拥有一致立场。 如此次终得会晤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支持世贸组织原则和声明,也会支持欧盟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第十五条条约被义务,因此今后双方还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当然,中欧在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挑战,如仍需提升彼此信任度,更好的处理中欧贸易摩擦,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是中欧双方领导人需要考虑并加以解决的问题,无需怀采访整理。 第十五条线 感谢观看